当我们吃核桃的时候 不要扔掉核桃壳 在核桃中间有一个分隔核桃仁的木质隔膜 这是一味中药 称为分心木 它有固肾的作用 其实核桃壳也有这个作用 可以把核桃壳和分心木都留下 用来做一个核桃壳煮鸡蛋 准备原料 核桃壳6个 鸡蛋6个 酱油、盐 将核桃壳加清水泡半小时 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一个小时 倒颜色为深色 晾凉 将鸡蛋洗干净壳 放入核桃水内 加适量酱油和盐 煮6-7分钟 待鸡蛋凝固后 用勺子轻轻地将鸡蛋壳敲出网状裂缝 以便入味 继续煮10分钟关火 浸泡一晚上 第二天吃会更入味 核桃壳煮鸡蛋可以补气 护肾 特别适合体虚的人吃 如果全家一起吃 特别适合在每年立下节气来食用 注意女性经期不要食用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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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